看一下呢 怎麼去新增一個差異性硬碟 這邊呢 第一個我們呢 複習硬碟已經做好了 在這個地方 這個做好的一個 而且這個作業系統呢 就是 我們安裝好一個作業系統 我們做一個叫System Prepaid 做好之後把它關機 就會產生一個這個檔案 這個呢 作業系統呢 我們把它Copy到 額外的地方 現在我們存在這個地方 等一下呢 我們的差異硬碟 把它當成複習硬碟拿來用 這個地方 好 所以我現在呢 要做什麼 要去新增 硬碟 好 硬碟呢 新增 我們就下一步 好 一樣呢 我們要用什麼VHD插 下一步 好 那固定 我們知道它的用意是什麼 我們一般我們都用是動態的話 所以動態 那現在呢 我們要改變 我們要去做什麼 差異 好 這是一顆空的硬碟 這個也是一個空的硬碟 但是目前呢 我們有一個要做一個功能 功能是什麼 是要去引用別台 好 別顆硬碟 當我的複習 所以你就要去選這個差異 好 這個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些說明 當此磁碟類型 雲硬要保留的另一個磁碟 具有複習 跟紫細的關係 兩個有一個相關聯 這時候呢 我們要用差異 好 手一差異呢 之後呢 第一個要一個硬碟 那硬碟我們要給它一個名稱 名稱的是什麼 我們先來 現在呢 先給它定義一個名稱 我們這次呢 先用A開頭 A00 Server 01 好 改一下 好 那我們是不是都教過各位 要把我們的硬碟放在我們的指令的位置 安裝的時候就放在哪邊 所以我們之前是不是都知道了 我們要把這個路徑是複製一下 是不是要放在什麼地方 HyperV底下的哪邊 我們的名字對不對 再貼上 反斜線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硬碟檔 是會放在我們的HyperV 的A004201底下的Volge Hard Disk 這是我們預先知道它會放在這邊 我們是不是先把檔案丟在這裡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要 將我們的作為系統放在 打勾嘛 路徑是不是要打勾 等一下再新增的時候你就會看到 好 我們就知道指令的路徑之後呢 我們就按下一步 這個是複系 你要找誰當你參照的複系 你開機呢 這顆硬碟現在是不是沒有東西 空的嘛 對不對 但是它會去參照 這一顆硬碟 那這一顆硬碟在哪裡呢 我們先去瀏覽 我們要找的是這一個 2016 F 這一顆 不要選這一顆 這個是2019 我們要選2016 好 選了之後呢 按一下 開啟 所以呢 剛剛上面這一顆 A004201 會去使用 我們的122016 這個作業系統 來做開機 當跟它呢 開機有不一樣的地方 通通存在這個裡面 存在A00SERVO01底下 它是會改變一些檔案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所有的改變的地方 通通會 放到這個SERVO01 這個檔案 所以呢 你的複系會不會變 不會 複系都是固定不會動 喔 它複系停在那邊 當這個複系以下 等一下會改變任何的一個動作 它所有的資訊通通存在 這個檔案 所以呢 你今天一台 第二台也是參照他 如果你這個複系不見了 是不是三台機器都壞了 對不對 好 等一下呢 我們這個動作是不是要做三次 因為我們做三台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需不需要做三次 不需要 因為呢 你看一看喔 好 看這邊 這個SERVO01 裡面的 Voge Hard Disk 裡面的這個 SERVO01是不是參照那個複系 對不對 剛我們建立的時候這個是參照那個複系 所以現在呢 它也是參照那個複系 我們要做第二台 我們一樣很簡單 這個呢 按右鍵選複製 資料夾直接複製 按右鍵選貼上 有沒有 我是不是改檔名就好了 2 然後呢 在裡面再進去把這一個 改成2 好 這個是不是 第2台 這個是從1扣下來的嘛 所以 1是不是參照複系 所以第2顆是不是也參照複系 因為你複製下來啊 它本身裡面的設定是不是都存在 對不對 所以你要現在做第3台 一樣是不是再複製一台 複製 再貼上 我只要改檔案名稱就好了 對不對 改10203 我再進去 再進去 再把這一個呢 改到10203 是不是三台都 複系印碟的差異性印碟是不是都建了 因為這三台是不是都 抓同樣一個複系 如果抓不同的複系 可不可以這樣做 就不行了 知道吧 因為要一台一台做 那這個三個檔案都要抓同一個地方 都同一個複系印碟 所以也可以這樣做 這樣聊一下 好 這個地方來 我們其他同學要跟上 好 我們針對呢 我們剛剛已經做好的三顆 複系印碟的一個差異性印碟是不是都建好了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把它新增人虛擬機器讓它開機 首先我們就要去做什麼 是不是要新增虛擬機器 那我們名稱是不是就是它電腦名稱 所以我們來 複製一下它的 名稱複製 我是把它名稱複製下來 等一下我們就很習慣123都一樣的嘛 對不對 來 新增 虛擬機器 好 我到這個部分的停下來等各位一下貼上 這也是要打勾 他才會幫我們建一個資料講 對不對 所以是上次有講過了 這邊 是不是要打勾 所以他幫我們新增一個資料家幫我們做整理對不對 好 再來就下一步 來 第二代 下一步 好 我們就都給他2G 2048 好 先多2G 後面 那這個位置 等一下再改都沒關係 這下次再來改 我們現在是目的先讓他先開機 好 這裡是不是建立虛擬機器硬碟 我們硬碟是不是已經存在了 是不是要開 下面的 所以要選擇下一個 下一個的硬碟容量情況多大 這個是對不對 不對齁 因為他內定會跳到這個視窗 不跳到這個路徑 所以你又選了他你就會發生錯誤知道吧 所以你要選 選到SERV01 Bossier Disk這邊 的SERV01 只要知道吧 這個路徑跟上面這個路徑的檔案是不是都一模一樣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上面這個檔案 後面這個路徑是不是跟他一模一樣 是我們預先就知道他會放在那邊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把檔案就 視線就放在那個地方 好 這個好了之後按下下一步完成 完成 第一台是不是就好了 好等下第二台一樣的步驟但是呢我們先來看一下開機 開機 大家各位知道 這一顆硬碟 我們來開機 我們來再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檔案總管 來 看社會靈異裡面的這個硬碟 這是不是4G 我剛剛有提到他今天如果說呢 跟我們的複膝硬碟裡面有任何的差異 當你一開機 這一個 複膝 硬碟是不是就跟著改變了 那他改變的所有的內容都會就存在這個社會靈異上 但是呢他複膝能不能改 複膝不能改 對不對所以複膝是一直不變的 我們來看看 來 好各位來看看 這個複膝在這裡 我一直選錯看錯了 來複膝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硬碟檔對不對是不是這是複膝 複膝的大小 我們來看看他大小 我們這上課要讓各位了解一下他特性 好所以說這邊的是4G 這邊是 C對不對 那我現在這台開機 啟動 有沒有看到 好按下Enter 開機 所以你看到這一台正在開機 開機裡面C這個檔案是不是要跟著變 如果用這個硬碟開機他就跟著檔案一直變 但是呢因為他不能變 他是被參照的 所以呢他要變的所有的檔案通通改在這邊 所以現在已經多了到300多G了對不對 一直都出來有沒有 所以正在開機他就會做一些動作 他做一些我們會做一些其他一些有相關沒相關動作 他都會把它產生一些檔案 或者修正一些檔案 這些檔案要存在裡面基本上原來是要存在這個檔案裡面 但是這個檔案我們是他變成複膝參照的所以說呢 他就不動 所有的變化通通放在這一台 原來的這個社會靈異 這樣不知道 好這邊呢我們來設定一下下一步 接受 設定密碼 你看 每一個動作他都存檔 對不對都有一個檔案 好 下一步完成 所以你看我在做完成他是不是檔案也都會 有點改變 登錄一下 登錄一下 好 1282 048 對不對 這邊 好 所以說呢他你看1282現在1380了有沒有 他又增加一些檔案 好這些檔案是不是都放在701所以你會看他很小 基本上是這個加上這個才是他的現在目前的大小 這個加上這個對不對 加上我們的負伏系 這兩個加起來才算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作為系統 目前是什麼負伏系參照這裡的 所有改變是不是放在這邊 好所以呢你這個檔案就慢慢增加而已 好有需要改變他就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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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部分是201 然後一樣呢我們去把1202 1203 各位呢很快的時間把它建起來 好你看一下我再做一遍這個做好就ok了 好1202 新增虛擬機器 下一步貼上 打勾 下一步 第二代 下一步 2048 2048 下一步 好這個等一下再來選下一步好 硬碟 是不是要選擇1202 這裡都會 因為我們的預設值在這個地方所以他都會跳到這邊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要去選擇1202 1202 對不對 完成 是不是第二台 那你看啊我第二台我根本不用開機我直接按右鍵啟動 我是不是在做第三台 對不對 喔 那個後面都可以改沒有關係來我現在改成1203 對不對 打勾 跟剛做的都一樣知道嗎這個動作你要把它做很熟喔 我要做很熟 要領虛擬機器 就要很熟 好2048 下一步就一樣好下一步 要選擇限有硬碟檔所以你要記得 很熟也外以外呢你要去區分一下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在新增虛擬機器 好12503 完成 是不是1202就可以連線起來看 對不對1203是不是也可以連線起來看 1203來啟動 對不對再連線起來看 好那我們1202是不是在這個地方了 各位就很熟了 下一步下一步去 射密碼 好下一步 接受 射密碼 好這邊 好一樣等他一下 好 好 來一樣好三台東把設定一下 那我們最後一個動作做完我們就下課 來這邊啊我們先做兩台就好了好不用做三台你看一樣我去看一下我們的 查一下我們的 SID MI 好這邊 啊 好 來兩台查查看 他的SID有沒有一樣 都不會一樣知道吧 我們是都用同一個複系 但是複系那時候是被關著的 如果說你複系有打開過 你再被拿來用很抱歉喔你現在這些ID都是都是一樣的 好那你如果ID SID一樣的話就 後面會造成一些問題 好 好那這個部分呢差異性硬碟的部分我先介紹介紹到這邊